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管不着 可恶 婚约的事情下次一定要问清楚 不过 刚刚那家伙到底谁啊 突然就爆起压我了 还好应对得体 应该不算丢人吧 圣女大人 您回来了 您太棒了 还是女修比较可爱啊 圣女大人刚刚立错圣子的威姿 太洒了 一年后的第一序列之争 一定能胜出 世间小儿罢了 无需 无需 你说 我立错了谁 我还是第一次看圣子那样吃饼呢 真是大快人心 是啊是啊 平时仗着与咱家圣女的婚约 处处压我们一头 我早就不爽她了 你瞎说什么 平时也是咱家圣女大人压她一头 啊 小的食言 求圣女大人宽恕 完了 那个死鱼脸 她就是圣女的未婚不 生子 七四小 我闯大祸了 这是您点的外卖 请拿好 满意的话记得给个好评哦 知道了 你退下吧 这佛跳墙倒是不错 但我更喜欢这个扬州炒饭 还有这古怪的茶叶 味道四酸四辣 却又冰爽甘甜 甚是有趣 是叫可乐对吧 阿妩 以为您将可乐加入购物车 如果确定下单 请对阿妩说 确定 阿妩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过再来一瓶也好 确定 要是没有我 你以为你是谁 这是之前的凶仙电视剧 为了天下强生 我心语一定要除掉你 是我一仗 九天神雷 黄蹄神剑 有趣 以自然之力 见天威沙发 我自否还无人戳出这种招式 九天神雷 黄蹄神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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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回来了 大概每隔三天 我和他就会交换一次 这是 那家伙也想到给我留言了吗 还不算愚笨 我今天去藏经阁的时候 碰到了那个圣子 你的未婚夫 怎么回事啊 这事你必须给我说明白了 不是嘱咐过不可离开室内吗 竟然去了藏经阁 而且好巧不巧还碰到了圣子 这个混蛋果然不会乖乖听话 难道我还要帮你去跟他结婚不成 而且你也太没有眼光了吧 这个人有什么好的 又不是我自己挑的 顺便一提 我没忍住教训了他一顿 这家伙竟然能把那圣子给教训了 看来他也不是一无是处嘛 我这是怎么了 可是 还真是想看看圣子出窮的样子 陈诚 周一宁 在 近日我与藏经阁与圣子对峙之时 可有录像 录像 那个 我是说刘影 这 是出紧急 我们也没有携带灵石 罢了 真是不方便 要是阿妩在就好了 贝非洲 我要去齐峰 是 是 这 这 又窗回来了呀 这些是 阿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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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子修 取消 地球人实在太凶猛了 每周三周六更新 记得观看哦 竟然和我们同时更新 突然成仙了怎么办 也不能落下呀 家人们 咱们也不能输啊 记得多多关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